西游教信仰是何里的信仰 大家好 我是大鸟 今天我要跟大家来谈一谈启示录十一章当中的那两位见证人 那其实我们要往后来推步 因为我们在谈这个见证人的时候 他其实只是两幕场景的其中一幕 因为这一个部分呢 他是包含在这个七号的中间的插曲的部分 他在讲的就是圣徒的见证 那圣徒的见证这个场景呢 他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场景就是约翰他领受了预言 预言这样子的信息 并且他受命要去宣告这个信息 而第二个场景呢 才是这两位见证人的历史 以及他们当时的这个大环境 所以我们需要去了解两个部分 这样子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的了解这一段的插曲 他到底是在讲些什么 所以第一个部分就是小书卷给了这个约翰 启示录十章一到十一节 他对应了这个荡一里书十章五到六节 以及以西节书二章一节和到三章十一节当中 以西节的这个护照 约翰他领受了这个小书卷的预言信息 那这个小书卷到底是什么呢 有些人认为这个小书卷包含了启示录十二章一节到二十二章五节的这个内容 而十二章一节就开启了全书的一个新的重要的段落 但是更有可能的是其实这个启示录十章一到十一节的意象呢 它是以一种笼统的方式来提到约翰他被赋予能力继续发预言 虽然约翰他的角色是非常的独特的 但是在很多方面呢 他仍然是教会做见证的这个典范 还有模式 我们要谨记约翰的信息 照着去行 并且预备好将他的含义传达给多民多国多方多王 所以如果我们从这里看的话 我们从第一节我们就看到 有一位大力的天使出现 这大力的天使代表什么 他反映了上帝以及他宝座上的荣光 他的威严凸显了 他的信息是来自神的 是有属天的权柄的 然后第三到第四节 我们看到有这个七雷 上次就有人一直很纠结这个七雷是什么 但是其实圣经如果他没有跟你讲这个七雷是什么呢 就代表说他没有那么重要 他没有 上帝没有要让你来知道 他讲七雷所说的你要分上不可写出来 那我们就要尊重这个上帝的这样子的观点 所以你不要去花时间或者去纠结在这些细节上面 因为整个启示录他已经告诉你 他的这个整个的主题是什么了 上帝没有让你知道的 你不要想尽办法 要去把它拿来挖出来 七雷发生 但是约翰不能告诉我们其内容 在启示录当中上帝启示他计划的要制但是隐藏这计划的许多面向以及细节 我们虽然知道的所知道的虽然不完全 但是我们应当感到满足并且相信他通晓万事 也为了我们的益处 同管一切 那这里我要特别提一点 那很多时候哦 在解启示录的时候 那些很纠结于这些很神秘的东西 很奥秘的东西 很细节的东西哦 很多时候这些都是异端 所以你看视频底下 常常有这些人留言啊 你们要很小心 那些乱解启示录的人 你要很小心 天使他宣布说不再有时日了 不再当年了 他暗示着什么呢 暗示着上帝的计划将随着吹响第七号 而达到完满的成全 正如七印的循环一样 七个号角的循环 他也导向了这个基督的在领 天使在这里 他的宣告呢 强调了基督在领的这个重大的意义 而这个在领也总结了 上帝对历史的计划 约翰他做什么事情 约翰他拿过这个小书卷 然后把它吃下来 这有一点像以西节书 以西节书里面的记载 表明上帝赋予他一项 类似于以西节的这个使命 向这个不悔改的世界 来宣布灾祸的信息 这个书卷呢 他叫约翰的肚子发苦 叫你肚子发苦 也就是说 这个书卷的内容 它包括许多受苦的消息 同时 他在口中要填如蜜 因为上帝的话语 使我们与神有团契相交 并且呢 在他的良善上面有份 因此即使是灾祸的信息 他也会伴随着 如蜜一样的甘甜 一样的甜蜜 我们看了这个小书卷 我们接下来就要进入 这两位见证人 这一个两位见证人 插取的第二个部分 就好像摩西跟以利亚一样 这两个见证人呢 他行了让人惊奇的这个神迹 他们被称作是两棵橄榄树 或者两个灯台 这个也让人想起 在撒加利亚书四章 一到十四节当中的异象 在这个异象当中呢 橄榄树可能象征着 索罗巴伯和约书亚的 这个统治与祭司的身份 祭司的这个职份 因此这些见证人 这两个见证人 他其实是上帝尊贵的代表 他们要跟那受交战 这个也让我们想起 荡伊里书里面对抗兽的这个王国 第八节呢 它使我们想起那些邪恶的 而且逼迫人的城市 还有势力 好像索多玛 埃及等等 以及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耶路撒冷 十一到十二节里面的复活 也会让我们想起 耶稣基督的复活 然后还会想到 好像以利亚 他的背体升天 就如同十章一到十一节里面的约翰 这两位见证人 是所有圣徒都应该要效法的这个模范 我们的榜样 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忠心见证基督 见证耶稣 即使面对那受残暴的逼迫 也在所不惜 我们要乐于寻道 而神保证他必为我们生人 你如果看之前的七阴那个差距 他也是讲到这个圣徒 他得到这样子的保守 上帝为圣徒生缘 这个异象的某些部分 他仍旧难解 而且匆忙了争议 有一些捷径家认为 这是指两位特定的人 两位就在耶路撒冷倾倒之前 寻到的基督徒的先知 或者是在基督再临之前 不久将要出现的两位先知 然而如果你从整本起诉来看 我们发现这里 它是象征性的描述基督徒所做的见证 这两位见证人 他被称为什么 称为两只金灯台 既然叫两只金灯台 显示他们是象征性的人物 他们代表做见证的教会 就好像一章里面讲这个金灯台 它代表七间教会一样 而这里提到的是两只 而不是七只金灯台 是为了返效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的这个模式 并且反映出摩西与以利亚的两人组合 那至于见他圣城42个月这件事情呢 那有时候他被指为是 祖后70年耶路撒冷城的陷落 但是如果你深入分析之后 你会发现 在这两个事件上 他的发生在细节上并不相同 第一节指出内院的部分 也就是圣殿和祭堂得以保留下来 那就我们所知 在耶路撒冷被攻陷的这个事件当中 他并没有任何 切合这两位见证人的地方 相反 十一章一到十四节 他提供了一个整体的意象 描绘了教会他所做的见证 神的保守 以及他为这个见证所生产的正义 圣殿代表什么 圣殿代表神在地上的统在 特别是指透过他子民的统在 良策也意味神的知识和看顾 这祭堂与在那里敬拜的人 代表真正敬拜神的人 他们是盖上印记 及受到保护的人 而外院的毁灭 代表外人对神子民的攻击 那这边经文当中 还有一段经文 他讲到四十二个月 那四十二个月的意思是什么呢 这代表了上帝的子民跟他们的仇敌对抗 以致造成了痛苦和激烈冲突的一段有限的时间 这一段时间也被形容是一千两百六十天 或者是一载两载半载 也就是三年半了 这刚好是七年的一半 显示一段完整受苦缩减成一半 这一段记载的主要背景 是在但以理书七章二十五节 而这一节又跟当以理书的其他的经节相关联 一些未来派的节经家 他想要在基督在领之前 找到跟这里相同长度的一段时间 但是呢 正如启示录其他的数字一样 这些数字是象征性的 他跟十一章九跟十一节的三天半有关联 因此呢 他指向一段有限制长度的 这样子的逼迫的时期 启示录的一千两百六十天呢 他也涵盖了基督两次降临的这个期间 这一段期间被看作是充满逼迫 也充满痛苦的 那如同约翰其他的异象一样 这个异象呢 他多次应验在整个教会时代 在七个间教会所在的第一世纪背景之下 这个异象就暗示了逼迫将要来临 但是他的持续的时间是有限的 而且教会最后得以生人 那同样的 神也给历代的基督徒同样的应许 就在基督再临之前 我们呢 也要预备面对猛烈的危机 他会带来激烈的冲突 还有逼迫 我们看到这两位见证人 他执行了审判性的审计 他执行的方式 让我们想起两位行审计的旧约伟大先知 就是摩西跟以利亚 好像摩西跟以利亚一样 教会也担负着先知性的见证 我们呼吁百姓悔改 并且警告他们将来的审判 我们全部的信息 不仅包括在基督里面得救赎的好消息 也包括了启示神的属性 这意味着行恶的人 他终将面对审判 我们的信息是一种能力 一种拯救与刑罚的能力 这不是一种我们可以随便 按照我们自己想怎样用就怎样用的能力 而是一种出于神自己的能力 我们呢 是作为上帝的仆人的身份来行使 宣讲一个我们自己 不能够随便去乱改的这样的信息 在十一章第七节当中 你看到了那兽 那这个兽是什么呢 这个兽代表那个逼迫教会 受魔鬼掌控的国家势力 撒旦鼓动虚假的敬拜 并且激动人心去反对真实的信息 试图要消灭基督徒消灭基督徒的见证 整个历史当中的逼迫跟殉道都是这样子 就好像第八节里面所提醒的那样 不论是在索多玛 在埃及 在耶路撒冷 上帝的仇敌都反对他跟他的子民 上帝的子民的见证 是他的仇敌所讨厌的 所恨恶的 因为他们喜爱黑暗 他们没有感恩的接受教会的见证 反而觉得痛苦 那这里的描述呢 极为强烈 而且是出于好的理由 在大部分的生活当中 当人去审查自己的良心东西的时候 他们多半会发现有混杂的意图的 圣徒基督徒是追随基督的人 但是他们的顺服是有缺陷的 而且是不一致的 非基督徒背逆神 但是他们的背逆也是不一致的 他们并非全凶极恶 而是在奥秘的方式下受到限制 他们会发现 尽管是出于错误的动机 却会羡慕而且返效 他们周遭所见的一部分的良善 但是这种混杂的动机呢 很容易模糊人类历史当中 最基本对立的这个严重性 也就是上帝跟他仇敌之间的对立 启示录 他凸显了这种基本的对立 因此他用黑白对比的方式 来描绘了良善跟邪恶 这两位见证人就是强有力的见证人 反过来说 他们的对手呢 充满了很强烈的敌意 地上的居民不仅希望这些见证人死 而且他们还很开心 很无耻这样子庆祝这两个人的死 这个显明了 他们的态度是全然的感应 这种各种于一组的 这样子的两极的对立方式呢 其实也是我们今天世界的最根本的写照 启示录让我们看穿了那个看似文明与温和的这个计谋 它揭示了我们的内心最深处 我们到底效忠于哪一方 我们效忠于我们的主 还是效忠于撒旦 那这个功课是相当重要的 我们应当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看出那个那个对立 并且我们要坚忍到底 毫不妥协的见证与效忠基督 在面对非基督徒的时候 我们要看清唯有属神的能力 才能够阻止他们那不共戴田的这种敌对 在属灵征战中 见证是强大的力量 但是除非神重生人的心 否则见证无法赢得灵魂 这个场景是在属世的大城里面 它不只是古时的索多玛埃及和耶路撒冷 也包括了罗马小亚西亚的七大城市 以及现今的水恶城市 他们是那些一心想要脱离神而独立自主的城市 好像古时的巴别塔 巴别 上帝的城跟人的城 这两个城之间的这个征战呢 在历史当中一直持续 一直到巴比伦的最终毁灭 以及新耶路撒冷的最终完成 我们看到这两个见证人 他就是普斯达三天棒 这三天棒是以较小的规模重复 三年棒或者四十二个月的这个时期 在这期间 圣徒受到的逼迫 就是在这一段时期 借着类比的方式 这三天棒是一段激烈逼迫的期间 以至于教会的见证好像完全被消灭了 这两个见证人被纳寿所杀 这不仅发生在罗马帝国时期 也发生在今天 还有在最后危难时期 忠诚的忠心的见证人有时候会屡遭失败 会屡遭挫折 基督徒若不是被囚禁就是死亡 拜偶像的这些国家看起来好像已经得胜了 但是你注意三天棒是七天的一棒 这象征上帝会中断那个渴望完全掌控的邪恶的权势 此外 这三天棒的时期 使我们想起基督所受的三天之苦 基督的死和基督的复活 他提供了一个模式 他是初属的国子 而我们这些属于基督的人 必然享受他得胜的成果 所以寻到者的死不是失败 寻找者的死是与基督联合的胜利 所以我们从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当中 我们看到了 其实我们今天也面临着同样这样子属灵的征战 我们需要依靠主 我们需要依靠基督 在这个世界上作为教会 作为属神的子民与邪恶征战 今天我就讲到这里 感谢你的收看 如果你觉得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你可以点赞并且分享 如果你还没订阅 欢迎点击订阅 并且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期见 拜拜